发到北京公博评级鉴定 这个原币退回不适合评级包装 也就是说这个钱币 经北京公博鉴定之后 它是一个假币 不适合入合评级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一个中华民国20年铸造的 也就是1931年铸造的 党徽50文铜板 在这里是它的铸造省份 荷兰省造 这种铜板我们在收藏市场上面 简称它为 荷兰党徽50文 在这个边上是麦穗 在荷兰省造的铜板里面 党徽50文还有就是党徽100文 都是价值相对高一点的品种 这是一个朋友花了300块钱 在本地地摊市场上面逃到的 逃到之后 有朋友对他的增加提出了质疑 所以说发到北京公博评级鉴定 果不其然被鉴定为假货房品 这个铜板为什么被认为是假货房品 如果说和真币去对比的话 应该能看出来 它的字体是存在问题的 打字状态还有就是编道 包括就是它的铜色包将 应该来说都是存在问题的 鉴定一枚钱币的真假 主要就是大家一定要和真币去多对比 荷兰50文铜板除了这种 民国20年铸造的之外 还有一种没有纪念的 也就是仅仅只有中华民国 没有这种纪念款的50文铜板 和这种差不多那种价值更高 更少见 大家如果在收藏市场上面 遇到和这种差不多的包将的 差不多样式的 基本上就要多注意增加 收藏钱币 大家一定要确保买到的都是真品 因为假币它是没有任何收藏价值的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华峰 每天为大家介绍钱币收藏知识 感谢大家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